叫BMI好了 它的BMI BMI值 冒号 等于什么呢 AND 串在一起 然后就是 把它做一个运算 那个运算的方式的话就是 W 除以什么呢 H 的平方 所以用这种方式也可以 H的平方 好 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刮乎起来 pxd 这个 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 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接收到 RUN之后的话 从这边就 POSE过去 那这种写法 这里是 因为我要 不是 我执行的应该是执行这一个 我不能执行它 因为它现在是空的 因为它只是接收的 应该是这一个才对 所以我要执行错误的话 执行这个才正确 执行这个 1.75 然后75 按计算 传送过来 好了 它就接收到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跑太快 你可以 像我之前所讲的一样 你就在这个地方设中断点 这边有中断点的话 你就直接 在这里的话 直接在 不确定的话直接在这里 设一个中断点 然后 再执行一次 再执行一次之后的话 它就会 直接 停在这里 那这边会出现 is post-back 这个 就不是吧 is not 然后往下 就可以执行 你会发现它垂传回来 就是一个 一个test box 它也可以用传test box 这种方式 真的跟 以前的那种 ASP 完全是不一样的 以前只能传自传 或者传封包 但是现在连一个物件都可以传过来 这样的结果就可以秀出来了 它们发明完禁锁 的 是 谢谢啊